台湾旅美投手郭洪志 今天回到他的台南市 也参加了母校 也就是男婴商工的校庆 不过今天他不穿球装 倒是穿着格子衬衫 牛仔裤 还戴上了墨镜 看起来非常的酷 就连上台致辞 也只有三句话简洁有力 今年在美国职棒大联盟 表现右翼的郭洪志 上午回到台南市母校男婴商工 格子衬衫加上牛仔裤 还搭配墨镜 造型很酷 连上台致辞也很有风格 简洁有力的三句话结束 不过听到学妹们唱笑歌 这位大学长好像忘了怎么唱 不会唱没关系排排手聊表心意 但回到母校见见师长 当年棒球生涯从这里开始 郭洪志也以学长的身份 探望棒球队决定 人称小小郭的郭洪志 在本季美国大联盟掀起无数风云 还成为第一位入选大联盟明星赛的台湾球员 创下开季连续三十六打数 会被左打者急出安打的大联盟记录 知名度大打提升 郭洪志也比以往多了一股自信 难怪以大明星的身份回到母校 人人抢拍照 昨天是我赖冠章台湾报道